轿子里是谁 我去告谁 放肆 轿子里做的是河神河大人 没错 就是告他 这状子 叫他自己看看 反了你了 我还替你递状子 我先 告你一个犯上之罪 朱薄萍 把状子递过来 渣 拿去吧 大人 这杜晓月她吃了豹子胆了 递什么鸟状子 您千万别理她 递给我 这儿 皇上 雪仙 你这不是害我吗 哪有两个字的状子 你放心吧 和尚要不准你的状子 我就拜你为师 好 那你这个徒弟给我收定了 朱薄萍 过来说话 这儿 何大人 这件状子费冬小客 我 就算收下了 大人 别废话 过去跟他说 这儿 冬小月 过来过来 大人啊 准你状子了 真的 你这状子里写的是啥呀 想知道吗 哎 哎 就不告诉你 哎 许仙 真准嘞 小月 拜我为师吧 恨 朱大人 别致散 这件案子 由你来审 啊 大人在此 哪有下官审判的 哎 对呀 何大人素有白面包公之位呀 你一升堂 他哪个刁民敢不服啊 不是 我现在已经成了被告 啊 我还怎么审这件案子 什么原告被告了 那杜小月乃是个刁民 大人 您甭理他 杜小月可以不理 可他这份状子不能不理 哎呀 大人 这衙门是拔字开 我不让他进来 他就进不来 放屁 是 有些话不是捡起来 就可以随便说的 啊 是 你们这些地方官员 以为手中有那么一点权势 就可以一手遮天 啊 你们知道天有多大吗 你们知道这件案子的背后 他 啊 大人 这件案子就这么重要 重要 十分的重要 非神不可 啊 大人 您看这个 我 好了 别多问了 啊 升堂升堂 啊 派人去带季晓兰 去带季晓兰 这 啊 季晓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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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人升堂 传你上去 哦 是不是要放我出去啊 放你出去 你显得倒霉 我看大人一升堂啊 青泽打板子 中了吧 嘿嘿嘿 成军 送你到新疆去种树 哎 猪不屁 你可千万不要吓唬我 我是个书生 书生胆子小 吓你 走吧 记得烟袋 要是打板子 我要亲自打 不打得你屁股开花啊 我那猪子 我倒过来写 我猪倒过来 哎那还是猪啊 哈哈哈哈 记下来啊 你忘了 你让我钻桌子那当个事了吧 这么好玩的事 我怎么会给他忘的呢 哈哈 好玩 要是怕你冲了军 我让你把全城客栈的桌子 钻个遍 朱薄皮啊 这个钻桌子的它是猪 人是不会钻桌子的 哈哈哈哈 走吧 好好好走走走走走 哎 哎 朱薄皮啊 你把手伸出来 哎 干嘛 会弄啊 哎呦 给你留个念想 李小兰 你